北韓官媒潮中社星期一表示,在韓美展開聯合軍事演習時,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視察海軍部隊,而且是親自監督戰略巡航導彈事業, 平壤將韓美演習視為入侵北韓戰爭的預言。 潮中社說,金正恩視察了北韓人民軍駐紮在東海岸的海軍艦隊, 並登上了一艘警衛艦監督這次導彈測試。 不過,潮中社未有具體說明它的視察一期。 潮中社說,這次的發射訓練指是再次確認軍艦戰鬥功能以及導彈武器系統特點, 而且是使全體水兵熟悉實戰環境中的攻擊任務執行動作。 報導說,全體水兵分毫不差感迅速準確命中目標, 完美展示軍艦的經常性、動員姿態以及攻擊能力。 潮中社說,金正恩高度讚賞了該軍艦隊, 保持能應對突發情況的敏捷機動能力以及強大的打擊能力, 萬全做好、經常性戰鬥的動員姿態。 南韓國防部表示他們已經偵測到導彈法事的跡象, 雖然未有進一步說明, 但聖請潮中社的說法誇大, 而且與事實不負。 南韓和美國從星期一開始進行月資自由互盾。 下季聯合軍演,該演習主作是加強韓美同盟對付北韓核武以 和海派導彈威脅的聯合應對能力, 會持續到進行到8月31日。